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就轰动了全国 那是1968年的5月 解放军某部工程兵在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建一座国防设施 因为孤山是一座石头山 要施工得放炮 那天呢战士们在距离山顶大概30米的地方 又在打眼放炮了 不料想这一炮下去出了怪事 什么怪事呢 按正常炮响之后呢 山上会崩出很多碎石块 可是这次不仅没有石块崩出来 炮的响声也不太对劲 平时炮声很清脆嘛 啪那样的啊 可是这次听着相当沉闷 咚 这怎么回事 战士们很纳闷 上前查看没想到 刚走到放炮点 突然最前面那个战士不见了 整个人呢 就随着碎石渣直往下掉 不得了 放炮的地方炸出一个山洞了 掉下去的那个战士定了定神啊 山洞里边黑咕隆咚的 什么也看不见 只闻到一股子很浓的怪味儿 还有就是里边阵阵阴风啊 有点让人头皮发凉 这个时候其他战士也赶到了 看到几个洞啊 几个大胆的战士呢 一合计下去看看吧 于是找来火把下洞观察 那么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看到了洞里散落着 很多腐烂的木头和骨头 还有很多造型奇特的铁器淘气 都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而越往里头走 里头空间越大 而且满地都还是一些 大的小小样式古老的各种器具吧 这是个什么洞啊 宝库啊 顿时战士们觉得问题有点大了 不敢多逗留 选了几样东西带了出来 火速向上级做了报告 而您猜怎么着 第二天当专家见到 他们带出来的几样东西之后 立马做了一个惊人的推断 专家都吓得站起来 那个山洞很可能是一座 两千年前的古墓啊 为什么 因为战士们带出来的几样东西里边 有一件是青铜器 而青铜器上 刻着四个字 中山内府 什么是中山内府呢 中山应该指的就是历史上 曾经存在过的中山国呀 而中山内府就是中山国的内务管理机构 注意在中国历史上 有过两个中山国 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 这个先于中山国 另外一个的则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 当看到中山内府这几个字的专家 虽然一时还不能断定这到底是哪个中山国 但是可以肯定这绝对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因为两个中山国都存在于两千年以前 那么这个墓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对吧 那么既然是重大发现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可能你会说那就发掘位不行 前面说了 当时在孤山施工的是一项国防工程 能说停就停吗 得向上级汇报啊 请示啊 所以河北有关部门决定 一面派出考古专家先去现场 初步勘察 一面向中央拍发加急电报 那么花开两朵 咱们各表一支 这里先说专家的勘察 专家的勘察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可以说专家来到现场 当时也被惊得合不拢嘴啊 他们首先进的南尔氏 尔氏就肯定不大吧 但是这个南尔氏有多大呢 长度就有三十米 各位 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 十六匹陪葬马 四辆战车 重要的是他们判断 其中还有一辆是安车 安车 您只听说过安不当车 是吧 安车没有听说过吧 安车就是古代理智当中 一种特别尊贵 特别豪华的车 这种车只有皇帝 诸侯王 以及退休的重臣 才有资格拥有 而发现安车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牧主人 至少是王侯级别往上走啊 厉害了吧 好来 再说北尔市 北尔市什么情况呢 我告诉你啊 走进北尔市 专家们当时就醉了 我都醉 这不是开玩笑啊 不是网络语言 我都醉了啊 是真的 在北尔市 地上摆放的全是 酒缸酒壶之类的东西 随便一数好几百劲 而且整个北尔市里边 充斥着一股浓烈的陈年酒巷 说专家醉了 就是因为这酒巷太浓太美 这是之前考古发掘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酒巷漂了两千年 牧主人升迁的 多爱喝酒 而给他随葬的 也有多少酒啊 此外让专家 更为震惊的还有 墓穴中央的地上 摆放着各种器具 像生活用具啊 装饰用具 好几百件 再看大厅的穹顶 我的天 七米高 那还用再看下去吗 墓葬空间巨大 陪葬器物奢华 这绝对是一座 两千年前的王侯墓葬 而更为重要的是 从种种迹象来看 这一座墓葬太难得了 保存完好 所以呢 有关专家领导 没有改任何的怠慢啊 立马派了专人前往北京 直接向这两位 毛主席 周总理做了汇报 注意啊 直接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汇报 这在古墓发掘 发现的汇报当中 是级别最高的一次 足可以见到 当时对这座古墓 是多么的重视 那么毛主席和周总理 什么指示呢 听取了相关汇报之后 两位中央领导人 非常的重视 立马指示 由时任中科院院长 郭木洛先拿出意见 拟定发掘计划 同时周总理还亲笔 给北京军区负责人 写了一封信 要求军区部队 协助相关发掘工作 好 一切准备就绪 1968年6月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到目前为止 作为重大的一项 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 那么这次发掘 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首先当然还是勘测 经过勘测发现 古墓由木道 涌道 南尔市 北尔市 中市和后市 六个部分组成 整个古墓距山顶30米 墓市全长51.7米 最宽处37.5米 最高达到6.8米 整座墓市占地2700平方米 其规模来说 俨然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 那么它的墓主人是谁呢 常看考古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要想知道墓主人的身份 就要找到墓质 那是最直接的 可是考古人员却发现 这座大墓竟然没有墓质 那有什么呢 除了大量的器物之外 考古人员发现了 大量的古钱币 在没有墓质的情况下 钱币对于墓葬断代 往往就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那么这些是什么钱币呢 西汉的 五珠钱 这说明这是一座 西汉墓葬啊 注意了 除了钱币 在一些铜器上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很多 中山府或者中山内府 这样的名闻 这就不一样了 前面说了啊 战士们最初带出去的 青铜器上 刻有中山内府字样 而现在又有这么多 同样名闻出现 这足以证明 这座大墓的主人 应该就是 西汉中山国的国主 可是实料记载 西汉中山国前后 共有十位执政的王 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 会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下节揭晓 中山国曾有十位执政王 大墓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位 一件怎样的国宝 让这座大墓成为 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而另一件同样的国宝 又是怎样意外发现的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虽然可以断定满城大墓的主人 是一位西汉中山国主 可究竟是哪一位 一时还无法确定 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让考古专家为难很长时间 怎么呢 在对出土的铜器仔细观察之后 专家发现上面的那些名闻 除了标有中山内府 有些后边还有年份 比如说中山内府 同方三十四年 三十六年 或者三十九年 注意 破解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关键就在这些年份上 因为对于西汉中山国的十位执政王 史料有清楚的记录 稍一书里就会发现 这十个人当中 在位时间最长的 只有这位第一代中山王 刘胜 他在位四十二年 而其他九位没有超过三十年的 所以专家由此推断 满城汉墓的主人应该就是刘胜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 在历史上 刘胜算是小有名气 倒不是因为他是大名鼎鼎的 汉武帝的异母的哥哥 而是因为这本书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位演义 还记得三位演义里边 刘备出场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陈乃中山静王之后 他说他是中山静王之后 注意 刘备说的中山静王 就是这个刘胜了 因为刘胜死后 嗜好为静 后来京剧里边不还一出戏吗 甘露寺 那个乔国老婆就唱吗 刘备 不那是 那中山静王的后 不唱了 太唱了 好了 牧主人身份搞明白了 但是发掘进行到了这儿呢 这个另外一个难题呢 又摆在了考古人员面前 什么难题呢 在这个墓室里边 考古人员一直没有发现棺果 而唯一可能存放棺果的后室 被一道坚硬的石门给封死了 怎么也打不开 怎么办呢 最后实在没办法 考古人员只好决定 在石门的边角 遭一个小洞 让两个瘦小的战士先钻进去 果然进去之后发现 这道石门后边 不仅有一个暗栓 还有一根巨大的条石给抵住 两名战士 移开条石 拔掉暗栓 终于打开了那道 封闭了两千多年的后室石门 那么 这道紧闭了两千多年的后室石门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等待着考古人员呢 说实话 起初考古人员是满怀期待和激动 可是当走进后室 他们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怎么呢 咱们来看一看 整个后室是一个石板建筑 可由于年代久远 很多石板都塌掉了 但是从石板的表面来看 上面涂满了红漆 这说明当年这里是相当豪华的呀 后室共有两间 小的一间可能是浴室 里面放着洗浴用的大铜壶 大的这间呢 应该象征着主卧 中间放着灯具呀熏炉啊等等 还有很多生活用具 南侧摆放着一些兵器和铠甲 北侧放置的 则是牧主人的棺果 不过可惜啊 经过两千多年 棺床上的棺果呢 已经完全塌陷了 整个棺果变得是支离破碎 这就是考古人员走进后 是第一眼看到的情形 原本以为里边 会是一派的富丽堂皇 可没想到确实破败不堪 当然失落是有一点失落 考古发掘呢 还得讲流程 当时考古人员很仔细地 拨开堆积物 认真的检索 这个里边有没有牧主人的 骸骨啊 陪葬品这些 但是谁都没想到 就在这时 一件由金丝和玉片 连锥而成的 类似铠甲一样的东西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就是这一件 完整清理之后的宝贝 这东西叫什么呀 相信您一定知道了 大名鼎鼎啊 金铝玉衣 顶级的国宝 在《西经杂记》 艺术当中 曾有记载说 汉代帝王下葬 常用一种 诸如玉霞 就是说 形如铠甲 用金丝连接玉片 也就是金铝玉衣 包裹尸体下葬 到了文景时期 朝廷更是明确规定 将金铝玉衣 作为规格最高的 丧葬炼福 以显示皇家身份的高贵 而在《史记》和汉书当中 也有关于汉代帝王诸侯 死之后 用金铝玉衣 入葬的文字记载 但是后人 从来没有见过食物 当然这不是说 没有发现过 金铝玉衣的踪影啊 就是以前发掘的 汉墓里面呢 见到过很多散落的玉片 和金线 人们怀疑可能是金铝玉衣 但是没见过整个的食物 而这次满城汉墓出土的 完整的金铝玉衣 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 在世界史上第一次 这里咱们必须得再欣赏一下 这件顶级的国宝 据统计满城汉墓 发现的这套金铝玉衣 全长1.88米 1米88 分头罩 上衣 手套 裤筒和鞋 五个部分 共用了玉片是2498片 金丝大概1100克 上衣所用玉片 质地银润成绿色 下身的玉片 则多为灰白和淡黄色 那么问题来了 专家们分析认为 要制作这样一件玉衣 一名玉匠 至少要耗时十年 更何况 玉在当年 那是极为罕见的物料 要找到2000多片 合适的玉片 那更是难上加难 那么中山晋王刘胜 或者说其他的汉代的 王侯贵族们 为什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来打造奢华至极的金驴衣呢 专家们认为 这可能跟当时流行的 道家观点有关 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 玉是山岳之精华 如果用玉把尸身裹起来 尸体就可以不腐烂 而只有这样逝者 才可以更好地住在 另外一个极乐世界里边 这就是汉代墓葬里边 多用玉来陪葬的重要原因 但是用金驴玉衣陪葬 这种情况 仅仅限于汉代 汉代以后金驴玉衣 便在历史上消失了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用金驴玉衣 作为葬服 汉代丧葬的奢华风气 让一种人打起了坏戏子 那就是盗墓贼啊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盗墓更是未然成风 就连曹操和孙权这两位 当时之枭雄 也干过盗墓的事 摸金校尉这个职位 就是曹操当年设立的呀 专业盗墓 官方盗墓 因此曹操呢 也被称之为盗墓的鼻祖 那么到这一位 魏文帝曹丕继位的时候 他因为担心自己 如果也用金驴玉衣入葬的话 很可能也会被后人道的事故无存 于是他干脆下令 此后禁止使用玉衣 这就是金驴玉衣 从历史上消失的原因 缘起就在于曹丕这儿 所以满城汉墓金驴玉衣的完整现实 对于我们的研究 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刘胜的金驴玉衣 只是惊喜的开始啊 还有一个惊喜又来了 怎么回事呢 回到当年 听说在刘胜墓里边 发现了金驴玉衣 当时这位 郭梦若先生很兴奋 在得到毛主席批示之后呢 他就来到了满城 亲眼目睹了御医 并亲自参观了整个墓葬 而就在参观之后 郭老突然决定 要到古墓的周围去走一走 注意 正是他的这个突然决定 才有了另外一个意外的发现 怎么呢 当时郭老一行人走到 距离刘胜墓 一百多米的北边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段的地貌 有些奇怪 怪在何处呢 前面说了啊 孤山是座石头山 可是他们走到的那个地段 山坡上看不到一块大石头 只有一些碎石块 哎 怎么会这样的 难道这个地方被人处理过吗 人为处理过 再一看 这里的地貌和正在发掘的 刘胜墓确实又很相似 于是乎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在刘胜墓的北面 会不会还有一座大墓呢 结果一发掘不得了 第二座陵墓出现了 这就是满城汉墓 二号墓的情况 它的墓室结构和刘胜墓大体相同 但建筑规模却更大 开凿技术也更高 只不过二号墓出土的很多东西 明显是女性用品 这说明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那么这座墓的主人会是谁呢 咱们来看这件宝物 这是一盏铜灯 灯的底座是一个宫女儿 注意 这座宫灯的设计十分之精巧 它可以根据需要来调节光亮的大小和照射方向 而烛火的烟灰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掉进灯身 这样就可以保持室内的清洁 更为重要的是灯座的底部刻有 长信上玉 金内者卧的名文 长信指的是长信宫啊 长信宫的主人是谁呀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 也就是中山晋王的祖母 那么二号墓的主人会是窦太后吗 起初考古人员确有这样的怀疑 但是一枚同志印章的出现 最终确定了这个墓主人并不是窦太后 而是窦太后的族人名叫窦碗 而这个窦碗呢正是刘胜的妻子 惊喜接踵而来 窦碗墓再次惊献御医 而这又是一件怎样的御医 他与刘胜的御医有何不同 豪华大墓奢华陪葬 墓主人刘胜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而他嗜酒好色的背后 又暗藏着怎样的真实用意呢 金内团席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在刘胜墓的北边 发现了刘胜妻子窦碗的墓葬 而在他的墓葬里边呢 这个考古人员再次被惊呆了 因为又一件金绿御医 咱们来看一下 这件御医比刘胜的御医 明显小一圈嘛 它的长度只有1米72 2160块御片组成 还有一个地方和刘胜的御医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编织物 这套御医胸部的御片呢 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的 由于年代久远 丝织物早已腐烂 再加上受到玉壁 以及官国朽木这些东西所叠压 部分玉片已经散乱了 所以发现的时候 它并没有刘胜的金绿御医那么完整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震惊世界的发现了 为此1971年7月 为了顺应国际文化交流 和国内人民群众的需求 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举办了一次满城汉墓的文物展览 而那次展览呢 也是金绿御医长信公登 和错金伯山炉这些珍贵文物和世人的首次见面 说到这儿 咱们要做一点小小的揭秘了 那次展览当时介绍的说法是 满城汉墓一共发现了2800多件随葬品 但其实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满城两座汉墓一共出土了多少件宝物呢 您听好了 满城汉墓两座前后总共出土了10633件宝物 其中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就多达4000多件 为此 刘胜夫妇墓葬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现的汉代王墓葬当中 文物品种最多 保存最完整价值最高的古墓 没有之一 那说到这儿 相信不少朋友就在好奇了 虽说在汉代誓死如生 是那个时代对于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 可是刘胜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诸侯王 他凭什么为自己打造如此奢华的地下宫殿呢 他哪来的这种能力呢 而他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要揭开这个谜题 咱们必须来看史料 关于中山境王 邦故在汉书当中有这样的评价 说圣为人乐喝好内 意思就是说 刘胜这个人不仅喜欢喝酒 乐于喝酒 而且好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卧室门关起来嘛 好色 这里问您一个问题哈 您知道刘胜有多少个儿子吗 说出来吓你一跳 中国历史上说文王有白子嘛 对不对 刘胜说这算什么 我一百二十多克 您说他如果不好色 能生出这么多儿子来吗 此外史料还说 刘胜家里边常年养着很多的舞鸡啊 刘胜平时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一边喝酒 一边看舞女跳舞 其他的事一概不管 对此很多人看不起刘胜 刘胜有个哥哥叫刘鹏祖 被封为赵敬肃王 他就经常批评刘胜的生活作风问题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单于声色的逍遥王史料呢 又有另外一个记载 说诸侯王们称赞刘胜是汉之鹰藩 这又怎么回事啊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 恐怕还得从七国之乱说起 众所周知 汉景帝时期西汉爆发了七国之乱 当时以吴王刘碧为首的七个流行诸侯王 为了抵制中央的削藩政策 以清军策诸朝措为由 共同起兵造了盘 一开始汉景帝听从大臣元昂的建议 真把这个建议削藩的朝措给杀了 可是没想到朝措虽然死了 可是叛乱并没有停止 最终汉景帝不得不派兵镇压 这才将七国之乱给平定下去 那么这件事情跟刘胜有什么关系呢 七国之乱本身跟刘胜并没有关系 但是汉武帝继位之后 这个事情就跟刘胜有关系了 怎么呢 汉武帝继位后不久 有大臣提出说 景帝时期朝措削藩的主张是正确的 并且他们纷纷向汉武帝 列诸侯王的罪状 好让武帝继续削藩下定决心 那么诸侯王知道之后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公元前130年的农历的十月 中山王刘胜 戴王刘登 长沙王刘发 几川王刘明 他们就相约着一起 来到都城朝见武帝 说既然诸侯王来了 那武帝说就接见吧 那天汉武帝就在魏阳宫里面举办了歌舞酒会 宴请各个诸侯国的诸侯王 可是没想到正当歌舞并起的时候 宴席上突然有一个人放声大哭起来 不用说 正是中山敬王刘胜 当时汉武帝就很纳闷啊 就说了今天我们兄弟见面啊 正是高兴的时候 哥哥怎么突然哭了呢 刘胜回答说 陛下我也不想在这扫兴啊 可是我心里有个劫啊 每当想到这个劫 我就忍不住会大哭 汉武帝就问了 你是你啊 什么劫啊 这是 刘胜就说了 我这个成群的蚊子 拮据飞翔的时候声若雷鸣 彭党众口一言 三人可以成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音队 三人成虎聚文成雷 这两个成语都是从这来的 而刘胜的这一番哭诉 汉武帝当然也就听懂了意思 于是他决定暂停薛藩 并且增加优待诸侯王的礼遇 并对诸侯王实行优待亲属的恩惠 这就是刘胜被诸侯王 誉为汉之英藩的原因所在 他们认为正是刘胜过人的才华 或者说演技和巧妙的政治手段 这才让汉武帝改变了决定 那么汉武帝做出 优待诸侯王的决定 真的是因为刘胜的哭诉吗 当然不是 汉武帝决定优待诸侯王 只是因为他当时继位不久 还需要利用宗亲关系来加强统治 所谓优待诸侯王 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 那么对于这一点 刘胜是不是看到了呢 专家们认为刘胜心知肚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我们说了 史书记载刘胜嗜酒好色 可是一开始的刘胜并不是这样的 只是在文音队之后 汉武帝其实并没有停止削翻 这让刘胜是深感不安呢 而为了不让别人说他有野心 他只能够显示出一副 没有作为纵情酒色的样子 换句话来说 所谓吃喝玩乐 所谓奢华无度 很可能 这是刘胜在特定的环境之下 迫不得已选择的 保命之方 安身之道 专家认为 不用这种手段 刘胜的中山国很有可能传不到时代 当然了 时至今日 刘胜的韬慧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打造的金鲤玉衣 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 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 西汉强盛的大国风采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